大家好,我是Elie 今天回到Live Journaling 我想和大家一起拍一個Desk Tourer 後面就是我的書桌 我經常都會在這裡工作 拍片、畫畫 所以今天都很想和大家一起看一下 究竟我的書桌裡面有什麼 以及我會如何收納不同的用品 那我們一起看一下 好,這就是我的書桌 讓大家看一下全貌 希望這段影片不會太過陣 這裡有兩個櫃桶 其實這個櫃桶就是儲備 這裡全部都是我的舊的手帳 這舊的手帳 在這個鞋盒裡還有一堆 然後就有些袋子、雜物 這一盒就是一些類似紙膠帶 但是用在Label Printer的膠紙 裡面我不說了 因為其實沒什麼特別 都是一些普通雜物 然後就看一下這個櫃桶 這裡有些護照、普通雜物 這裡有些藥 然後這個是Hardis 這些是打燈的 我買了一些小的打燈 有時候不夠光的時候可以加一加 然後這個就是大家經常問的 Print相機 它是Print Go這個牌子 這個是一個 全部都放進去 全部都放進去 Kitta的 一些剪好了的紙膠帶 它也挺方便的 這裡就有一些印章類的東西 就有這一盒 這一盒其實是之前在台灣的時候買的一些 滑板印刷的紙粒 這些紙粒就可以當印章這樣 日期的印章 這個是之前 Mabel Printer Print出來的一個絲帶 我自己也很喜歡 說完那兩個櫃桶 我就想說一下上面 我首先說一下 這個是拍片的工具 可能有些人都會問你怎樣拍片 你有什麼器材 其實我是用這個架 因為架可以固定在桌子上 然後你可以拉出來 然後自己調節角度 平常都可以這樣 明白嗎 那不用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收起來 基本上我都不會拆這個東西的 因為 經常都要拍片 如果拆不拆都很麻煩 接著我們就說一下 這邊先 嗨 這個是我喜歡的公仔 它是Mommy's Party 好像是迫虎來的 不過我覺得它挺可愛的 那我講一下 這邊是什麼 那這個公仔呢 先放開 那 這個就是之前做的紙膠帶的架 它可以放到六層 是挺好用的 如果你想知道怎樣做 就要看我之前的影片 我的擺位呢 有時候都會轉一下 因為我自己都是一個挺怕悶的人 那所以呢 我就不會用一些東西 傷死它 或者固定它 那通常都是可以隨時動來動去 有時候我會這樣擺 那這裡就可以多一些位置做事 那如果你在想怎樣去收拾東西啊 或者怎樣可以用一些空間 用得好一點的話呢 那你就要想一下呢 你的 你的 你的物件呢 是以什麼為主 還有你可能要將書桌 分組完同一個區域 那 那比如呢 我其實呢 在我這邊的區域呢 就是擺書的啦 然後呢 就是文具 以及一些裝飾 或者垃圾 東西這樣的 接著這邊就有些平時用的文件 或者書 那我就不多說了 那這裡就有兩本畫寶 有一些 的 水彩的餐廳 那你見到我呢 把它收起來 是因為呢 其實平時呢 嗯 水彩的東西呢 我不會 只放在同一處的 常用的呢 我會有另一個盒子 就是在這裡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譬如遮蓋的時候呢 其實這邊的東西呢 都很少拿出來用的 好 那這個 收拾東西的原則就是 總之最常用的東西呢 就會是最快手拿到的 而不常用的東西呢 就放得越入越難拿到的 那講開水彩 譬如我講一下這個 這個常用的盒子 水彩的話 我就通常會用 黃竹14色水彩盒 奧瑪的18色 我還有一盒呢 就是這個 Magello的Mission 那是 銀色的 奧瑪這個呢 因為它是一支支裝的 支裝的 那所以呢 我就會 我就會用這個水彩盒呢 放進去 那這一邊呢 那這一邊呢 就是水彩來的 那這個水彩盒呢 是很好用的 它有39格 可以裝得很難吃 這個啦 這個是Galash 就是 水粉彩 那香港也好像不是太多地方 可以買到Galash 以及不是太多牌子 那我自己就買了這個24色試一下 那我就擠進去 這一邊 我還有一盒 Necca的Polstack Color 風其進那個 Galash的工作式 使用的 廣告廠 它的顏色也很出色 這個就貴一點 然後我還有一盒 Aquilic 那這個就是 其實是 我很少畫Aquilic 所以這個也是 純粹是有時候 要鐵 做一些小勞作的時候 加上一上色 所以這些盒子 我就會 一次過放在裡面 而呢 這裏也有一些 是常用一點的顏料 這個是 不足的 綠色 金色的系列 然後 水草盒 這個就是 剛才 不足這個 不足14色的水草盒 那我也還有一盒 奧馬 馬卡龍色的 那這盒在台灣那裡 買了一個盒子 然後可以即場擠 那台灣也有很多這些文具店 挺好玩的 Vincent and Newton 有12色水草盒 還有一些筆 那 它是最小的 但是我 不是太喜歡 它 然後還有一些 調色盒 調色碟 那 這樣 那 那這裏就有一個 是 Emoji的水筆 這一段影片實在太長了 所以要分兩集播放 下一集我就會說一下 另外一邊的東西 有一些手帳啊 收藏和裝飾的 你記住看啦